花蓮市政参访团前往日本岩手县 除了参加一年一度的圣岗山车 秋季庆典期间也拜访了圣岗市一所 岩手日报还有圣岗花蓮友好协会等 商讨两市之间的交流计划 以及参观了圣岗市放球场 历史文化馆八番宫 还有手工艺村等知名的景点 要把在圣岗市汲取到的经验和建文带回花蓮 花蓮市政参访团前往日本岩手县 除了参加一年一度的圣岗山车球迹庆典 期间跟拜访圣岗市一所 岩手日报及圣岗花蓮友好协会等等 商讨两市之间的交流计划 以及参观圣岗市放球场历史文化馆 八番宫及手工艺村等知名景点 要将在圣岗市汲取到的经验与建文带回花蓮 参访行程有看到圣岗这边一些政府单位 或是说民间团体 针对就是文物保存 不论是山车或是蓝染或是漆异的部分 都有持续的在做一些 类似手作村的一些记忆的一个传承 那我们是希望就是 当我们有国际友人来到花蓮的时候 我们也有可能用这样子不同族群的一些饮食文化 或是一些技艺艺术的文化来去招待我们的国际友人 那这些中心的话 它的环境感觉让人家去感觉整齐美观明亮 那这些环境条件的话 那相对未来我如果说我们传统市场能达到这个要求的话 我现在对我们整个传统市场环境是一个大大的提升 花蓮市政参访团收到日方的热情欢迎 市长卫嘉燕也希望能透过实地走访 为城市外交的未来发展 增添更多合作可能 那在这边也去看了 岩守县跟我们圣岗市 一起重新再盖的一个球场 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也是日本职业队的一个部分 那我想其实岩守县跟圣岗市 出了一名非常优秀的一个世界级的一个运动员 棒球的运动员 是我们大股强品 那其实日本非常的注重棒球 那受到我们圣岗市的一个邀请 他们是希望说明年是不是能够带队 把花蓮的孩子带到我们 也首先圣岗市这边来做一个比赛 那这次来到圣岗真的会议良多 那明年就是五周年了 也希望明年我们内管市长 和我们远藤议长 以及我们林牧会长等众人 都可以再次的带队 那甚至于江山车 再次的带来花蓮市做一个活动 花蓮市与圣岗市在2019年11月 地盟友好城市 将在明年迈入五周年 花蓮市长维嘉燕 希望能持续在观光 艺文体育及农业等方面强化交流 为两市之间开创更多双赢效益 记者 徐立琴 申岗市报道 assistir 观光 见到 观光 观光